大家晚安 今天全台各地依旧是维持晴朗稳定的好天气 现在看起来呢 接下来这个周末假期各地依旧是维持好天气 但是特别提醒大家 中午过后呢 在山区有机会开始出现一些午后的短暂震雨了 而且礼拜天下期午后震雨的状况呢 会比礼拜六来的明显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如果是周末假期这两天要前往山区的话 要记得带上雨去了 那么接下来呢 好天气大概就是维持到下个礼拜一左右了 而下个礼拜二呢 就会有一波新的水气跟东北风增强 到时候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又要转成湿湿凉凉的天气状况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今天各地呢 一直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 而且因为风场呢 开始转成偏南风 所以气温呢 又比昨天再更增加了一到两度左右 很多地方的高温都占上30度了 而接下来这几天呢 维持跟今天一样子的天气状况 很清浪很温暖 现在看起来呢 下一波水气跟东北风增强 预计会落在礼拜天 礼拜天呢 预计啊就有一波新的 可以看到水气封面云系 以及东北风又会增强了 到时候中部以北跟东部地区呢 恐怕就会一连的 大概四到五天左右 都是这样子湿湿凉凉的天气状况 下个星期呢 整体来说水气比较多 下雨的机会大大的增加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 周末假期这两天的好天气 外出晒晒太阳了 来看一下降雨的分布图 这几天呢预计都很热 所以预计周末假期 各地的高温都会来到30度 甚至是30度以上 那么到了下个礼拜二 风便通过 东北风增强之后呢 北部地区又会回到 比较偏凉的感觉 低温又会降到16度 高温大概21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也是 预计这几天都是很炎热的 这种天气状况 一样的到了下个星期呢 气温就会慢慢的往下掉 转成又比较凉 而且是湿湿凉凉的感觉了 好所以来看一下降雨的分布图 我刚刚提过了 预计好天气呢 大概就是维持到礼拜一 而且呢 接下来这几天 山区午后震雨的情况 会一天比一天还要来的明显 而东北下来礼拜二呢 新的一步封面通过 东北风增强之后 中部以北东部地区 就会有一些 短暂震雨的情况发生了 而且刚刚提过 会一连好几天 让大家要记得 做好一些心理准备 在下个星期呢 外出上班上课 外出活动 看到明天清晨以及明天白天 各地大致上 都是维持好天气 不过好天气的情况之下呢 可以看到西班部地区 空气品质持续的是 不太理想的 敏感养族群外出 要记得做好一些呼吸防护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致一路段 移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你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 感谢观看